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一些天然的生物的纯天然的原料进行混合之后成为皮革的浆料 浆料在一层一层的加工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皮革 摸起来的触感和真皮是一样的 并且它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是零碳排放 非常绿色环保 然后能够减少动物的捕杀 同时成本上面也只是真皮的一半 非常非常的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